台中有名20岁的黄姓男子 18号凌晨前往进化路上的一间 连锁量饭超市买东西 但是因为他还没有结账 就拆开商品边走边吃 店员发现要求结账 请他离开现场 男子疑似是因此心生不满 一个小时之后再回到超商 竟然就朝着店员的脸上 喷洒辣椒水 超市店员往前靠近 穿黑衣戴口罩的男子不断倒退 途中还举起左手 嗅出手上的辣椒水 下一秒随即就往店员的脸上喷 店员被喷到辣到受不了急忙污脸 这时另一名男店员从后方 趁机要抢下辣椒水 一着拉扯 男子跌倒还一度起身反抗 双方爆发扭打 店员被辣椒水喷到 眼睛不适立刻被紧急送医 事发就在18号凌晨 台中进化路上的连锁量饭超市 警方追查20岁黄姓男子来买东西 但还没结账就拆开包装吃起来 店员发现请他结账男子也离开 没想到一个小时后他又出现 店员上前关切劝说 就遭对方喷洒辣椒水 当然一定无辜的 你要上班赚辛苦的钱 你这样子来危害人家 一定要给他一个小小教训 他去医院看完之后 就是现在目前的状况 是八字没有什么问题 一个消费者平时就是有 这个所谓的就好比 还没有结账 就先裁讽吃这个动作 业者透露原来这名黄姓男子的行为 已经不是第一次 这回疑似不满店员劝阻用辣椒水攻击人 事后双方都不提告 不过黄姓男子朝店员喷辣椒水 已经违反设委法 警方也将依法 承报裁罚 接下来我们这条台中 参观到